他們是怎麼做?他們就是跟我們現在老百姓提出來的事一樣 徵用而不是徵收 那時候的我們覺得一個很爛的市長叫做施志明 他還發一個公文給中央說 拜託一寸的土地都不可以讓你徵收 這個是戒嚴時期的國民黨的市長 那現在戒嚴之後民進黨的市長 他居然是搞不爛徵收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戴信仁他有沒有屋前 現在我們是沒有證據 但是他說了非常非常地謊言 包含那個土地什麼叫土地用 事實上也不是做公園 我們叫資料出來就是要蓋房子 要去開發 完全他都沒有正面的來回應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就請那個 不好意思我插一個程序 麻煩就是請軍門上來我們喊個口號 然後再請生員團體來 OK好好好 那麻煩媒體請留步一下 那文婷傑跟葉太太麻煩把我們的資料會成員 跟生員團體帶到前面去 然後請 可以